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车从杜塞尔多夫出发去比利时的打折挫 去看看哪里有什么 好啦 跟我一起去逛逛吧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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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杜塞尔多夫出发大概开了一个小时十分钟 我们就到达了比利时的打折村 人非常的少 看来今天可以好好慢慢的逛一逛了 好开心呀 这个雕像很像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尿童的雕像呀 大家从视频里应该可以关注到 在比利时打折村呢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戴口罩了 那今天在这里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新冠的亲身感受 今年二月份的时候 一个周一 然后我们家孩子去正常上学 然后学校打电话说 你要把孩子接走 因为你的孩子呢 已经新冠检测成阳性了 然后当时呢 我还是挺害怕的 然后就带他去做了PCR检测 确实呢也是阳性 德国当时的规定就是你如果检测出阳性的话 那你不能上班也不能上学 包括密切接触者也要居家隔离 所以我们呢就是采取的是居家隔离 然后当时我们家小孩他虽然是阳性 但是他是属于一个无症状的新冠阳性 所以呢没有任何的感冒或者发烧的症状 他只是阳性 但是非常奇怪的是 我和我们家这位作为密切接触者 从始至终都是阴性 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长期喝PM 这个身体抵抗力太强的原因 但是我身边的朋友反正都惊了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确实PCR都是阳性了 然后我们俩一直是阴性 这点特别特别的牛 那我身边绝大多数得新冠阳性的呢 还是有症状的 他感觉就是会难受那么一两天 就是比感冒要重一些 然后其他的呢就和感冒差不多了 可能在这儿呢 我又要说一些片汤话了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痛不痒的哈 但是确实是我真心的话 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呢 能够有健康的意识 饮食健康 运动健康 能够保持良好的心情和状态 我想这样呢 本身自身的抵抗力是增加了的 那即使你得了一些疾病的话 也会痊愈是吧 那我们家小孩呢 当时他是只阳性了两天 然后他就转阴了 但是我没有让他去上学 我们还是居家隔离了一周 然后都是阴性 然后他去上学 我去上班了 但是当时我周围的朋友啊 然后同事啊什么的 都觉得我是非常神奇的 这么亲密的接触 因为我在家也没有戴口罩 我觉得太憋疼了 我也想这一般一得 应该都是一家的吧 我就没有戴口罩 然后也居然没有得 没有中标 还挺感谢自己这个心态和这个状态的 说着实在话 大家也看了我这么长时间的视频了哈 不管咱是喝粥吃咸菜 还是打鱼打肉吃牛排 咱都是开开心心的 高高兴兴的 享受每一分钟每一秒 我觉得人的经济收入可能会有差别 但是你要是能够做到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收入 利用你的这个收入都能够享受生活 都能够每一天开开心心的话 我觉得本身这也是一种超强的 获取快乐的能力 所以我希望在这么严重的疫情面前 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乐观的心态 然后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也希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过去 这个是在打折村我们吃了饭 我点了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铁板牛肉丝 然后他点了一个牛肉汉堡包 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据说有一点点比利时特色 谁知道呢 反正牛肉丝还是挺少见 买了东西就是开心呗 话说来到比利时怎么能不买巧克力呢 必须要批发巧克力 看这个牛皮纸香的就是巧克力的批发 一箱是1000克30欧元 三箱是3000克是60欧元 我们买了三箱回家吃巧克力 现在我们已经从比利时回来了 然后已经到家了 我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总共都买了什么东西 当当当当 快速拆箱 这个颜色我超级喜欢 它是一个深棕色 然后是真皮的 然后打小也很合适 就像在店里是个那样 里面是这样的 有一个拉锁 然后两层 我觉得出去玩也够了 然后又特别的好看 我好像还没有深棕色的包 所以我段路 大家猜这是什么 这就是比利时巧克力 我们买的是1000克一箱的 买了一共3000克三箱 比利时巧克力 在德国比利时巧克力 这么一块大概也要四五毛 就是欧元四五毛那样 然后这一箱才20块钱 20欧 我觉得太便宜了 这是我们 请假要参加PM活动的 他买的白色短裤 因为那个是有那个 穿衣要求的 必须要全白 所以买一个白色短裤 是super dry的 这个是巧克力 好好吃 来来尝一块尝一块 好好吃 好吃好吃 这个是鱼鱼的鱼鱼汁汁汁汁汁汁汁 我之前都是受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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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宽松的 要吃饭 我们家瓦喜 我们随便喜欢的话就是他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 我就穿了 看来展示另外一种巧克力 这是另外一种巧克力 我们买三种 这里就给坚果了 这个 除了那个巧克力 第三个巧克力 还买了一个带橙子的 因为我们家这边 它是橙子巧克力的 重视的粉丝 这就是我们全部的购物成果 今天购物很开心 然后希望呢 疫情能够早点的结束 然后大家能够来欧洲玩 然后如果来独赛的话 如果你想去比试打车错 或者去荷兰打车错的话 我都可以当你们的向导 好了 谢谢大家来收看我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